单轮单车自驾西站 大家好 我是五谷一 这就是咱们昨晚的露营地 这里是锁县在317国道盘 在往那里就是蜡曲的方向 今天咱们的目的地是到蜡曲 一大早这里就来了特别多的马 看一下 是不是 哎呀好多 车子已经收拾好准备出发了 不过刚刚发现一个问题 不懂得是接触不好还是怎么了 按开关没电了 灯不亮了 不懂得是接触不好呢 还是我昨天晚上把电给用完了 因为这个电有点虚标 还有自从上一次跳杂之后 它就已经自动跳杂过很多次 也不知道大量现在倒没有到兰州 还有那个狗子黑头情况是什么样 打电话问他一下 喂 喂 喂 那你到兰州了吗 嗯到了 那狗子黑头做了检查了 对在很多年检查了我 严重不 特别严重 以前就是之前还以为那个 呃 呃 之前还以为不严重 专个哪里就可以了 特别严重 不治的话就可能活都活不了 他不是指腿骨断了是吧 他两个大腿的骨头断了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腰骨含有也是断的 那以后腰骨断的 还有什么骨骨头还是啥 我也不懂 他说他那个一断的 导致那个 那个断了之后导致肠子 呃 带他掉下来的 糖子弄到一块的 怪不得他这几天他不吃饭 然后 也不自门了啊 你说之前他都还可以正常的吃饭和上厕所 我还以为只有骨头 腿骨断了来 嗯没有 所以很严重啊 那 那现在怎么办 做手术 哎 这个分量太高了我 现在还在可能想啊 要多少 整个下来2万多吧 如果加上后期恢复后期快3万了 比之前别人说的便宜 别人之前说 治这两个腿的三四万 其实光治腿的话 几千块钱就够了 五六千块钱就够了 就够了 五六千 他这个太严重了 生命真的是又脆弱又顽强 因为那个时候狗子被转的时候 我也在 然后面他就第一天狠狠唧唧 难受 看他难受 后面他都是吃饭 都是有正常去吃 排便也是有正常排便 我还以为他只是大腿骨被压断 没想到一检查这么严重 现在已经没办法正常进死了 但是做手术的话 就是医生说半个月能好 费用的话是2万多 接近3万块 其实昨天我有转 转五千块钱给大量 但是大量没有收 其实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我知道大量很喜欢那只狗 我希望黑头能自豪 到后面继续陪着大量 这个湖面都截着冰了 前两天才翻越了雪山 今天更具挑战的来了 今天又是高海拔 又是雪山 又是这样种的土路 你看 哇 漫天的大雪 因为我这个车是前驱车 车身重量又有点重 只要是土路 松土 然后面有一点点的冰 我的车就打滑的很厉害 再加上接下来又很多的是上坡路段 这段路确实是够呛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上去那个坡 这么大的一条河 整个河面都结满了冰啊 哇 这个雪太大了 衣服一下子就白了 还好勉强可以上来 我还以为上不来呢 感觉我这个车开在这个烂路上 就像车里面在地震一样 轻轻空空的 好响啊 这个雪实在是太大了 路好烂的 现在道路已经开始结冰了 雪突然越下越大 冷渐度现在也越来越低了 我的尾巴气都冻坏了 一整条路都结满了冰了 一点都不敢开快了 只能开到二三十码现在 本来是想说生理器 洗个垃水澡放松一下的 结果 洗出高反了 就是 洗了个头洗了个澡 干洗完的时候浑身冒冷汗 胸口闷 严重高反 现在刚到露营地 就准备打算直接睡觉了 好啦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